山东省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28日在青岛试园会试园大厦 举行街拍仪式 这是青岛市首个山东省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标志着青岛与台湾的交流合作 取得新进展 据介绍 2014青岛试园会筹办期间 青岛市台办多次对试园会园区规划 和引进台湾元素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协助试园会积极开展与台湾的交流合作 在试园会园区内 台湾景观学会建设了台湾展园 台湾园占地面积约1317平方米 以蓝色奇迹为主题 将代表台湾的兰花 与台湾的乐活理念相结合 以骑行单车 环游台湾的方式 表达台湾清新的自然景色 与简约的生活方式 此外 台湾花卉协会 组织参加了试园会旗舰的花卉竞赛 台湾文化周和文化日活动 也将举行 组合作为主题